我們今天要談想象的共同體 從一到三章 我就大概的敘述他的重點 第一章他去談什麼叫做民主 因為他要談 民族主義是被想像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要問說 那這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為什麼可以讓人為之生 為之始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大的力量 所以他先定義 他這裡所談的民族是什麼 民族是被想像的 他是有限的 他是有主權的 而且是一個平等的共同體 然後在這共同體裡頭的所有成員 他們有一種友愛的關係 願意為了彼此而付出 那接下來第二章 因為我覺得這一本書 吳瑞仁老師的翻譯就很精彩 非常的有感情 可是閱讀上面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的 非常文學性的論述 這也是吳瑞仁老師的風格 我等一下有放一本他的著作 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他非常有個人的風格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盡量把這一些 非常細膩的論述裡頭 再抽象為一些 一些觀念架構 我想大家會比較容易掌握 所以第二章他基本上要談的是 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是什麼 然後第三章談的是民族主義的 社會條件是什麼 文化根源他會談說在民族主義之前 有所謂的宗教共同體跟王朝 然後因為宗教共同體的解體跟王朝的衰弱 所以才有民族主義這一個很不同形式的 共同體的出現 所以他一開始先談宗教共同體的解體 他認為在民族主義之前有幾個重要的宗教共同體 然後這一些共同體是透過神聖語言而連結的 所以在這個裡頭就是只要有一個人 他願意學習這個神聖語言 他是可以被結合進入這個宗教共同體 甚至成為這個宗教共同體的領導者 譬如說滿能進入中國成為領導者 那這幾個宗教共同體 基本上就是以拉利文為主的基督教 以巴黎文為主的佛教 以中文為主的儒教 跟以阿拉伯文為主的回教 就是這一些宗教共同體的特色是 你只要透過學習這個神聖語言 你就可以被整合進來 所以他跟民族主義不一樣的是 民族主義其實他是有邊界的 他不是像宗教共同體可以不斷的往外擴散 然後第二個除了宗教共同體的解體之外 就是王朝的解體 王朝其實我上禮拜談的比較多 因為我想說要讓你們 王朝跟民族主義可以做一個對照 所以我上禮拜談的是 那個王朝的一個權力的方式 那我上禮拜談的是爪蛙 爪蛙他基本上是透過中心 來界定這一個王朝 所謂的中心就好像手電筒的電源 由中心放光 然後越到邊緣他的光就越弱 所以在邊緣的地方 其實是幾個王朝他們所 就是他們的權力會競爭的地方 那邊緣是非常模糊的 那這樣的一個王朝的一個權力方式 會跟民族主義的權力方式非常不一樣 因為民族主義或者是以民族主義 作為想像基礎所建立的民族國家 這個民族國家基本上是以邊緣來界定的 可是王朝他基本上是用中心來界定 然後邊緣的地區是非常的 就是那個很模糊的地帶 然後是不同的王朝會競爭的地帶 所以他說在民族國家之前 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化的共同體開始解體 一個是宗教共同體 一個是王朝的解體 所以才造就了民族國家興起的一個基礎 到這裡OK嗎 然後第三點 你們可以知道我其實真的是非常鋼要式的講 因為他中間舉了很多的例子 然後第三個很重要的是時間觀念的改變 在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成立之前 所謂的時間是一種彌賽亞的時間 彌賽亞的時間就是 每一個時刻其實都有神的啟示 你想想看生活在那個宗教共同體 然後所有的在世的行為 其實都是神的安排 所以你在每一個時刻 其實過去現在未來是同時聚集在當下 在這個當下你的感受 然後你所經歷的一切 或可能會預示的未來 其實這裡頭都有神的啟示或神的安排 就是所謂彌賽亞的時間 是時間每一個時刻 你都可能可以接觸到神起 然後譬如說他裡頭所談的例子 他說其實在聖經裡頭以撒的犧牲 以撒是亞伯羅漢的兒子 他被獻祭 他就作為犧牲 然後這一個以撒的犧牲 其實已經預示了之後 耶穌基督的犧牲 因為其實過去現在未來 很多的事件是可以相互連結的 是有一個神的意志的一個連結 這是彌賽亞的時間 就是每一個時刻都是獨特 然後你在每一個時刻 都可以接受到神給你的旨意 甚至所有的你所經歷的 都是神的安排 可是相對而言 民主主義有一套 民主主義是建立在一套 非常不同的時間觀 就是開始有日曆 有時間作為計量的單位 所以時間是一種抽象式的時間 它是由日曆 由時間的刻度所計算 所計量出來的 然後這一種抽象式的時間 它叫做同質空洞的時間 這一種時間觀 它成為報紙跟小說很重要的基礎 因為報紙就是可以把一個地區 不同的人所經歷的所有的事情 都放在當天的報紙 就是它認為報紙跟小說 是接下來民族國家 民族主義要想像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而這個報紙跟小說 它必須要建立在 所謂的同質空洞的時間 就是因為時間 時間它其實沒有所謂的內涵 所以它沒有本質性的內涵 它就是由日曆跟時鐘所刻畫 所計量出來的 所以報紙可以把 就是在這一個地區 所有的人所發生的各式各樣 大大小小事情都同時記錄下來 然後當讀者同胞 當閱讀者在看報紙的時候 就想像有一群人 我們雖然不認識 可是我們在同樣的一個地區 在經歷同樣的事情 我們經歷一個共同的 就是透過報紙 我們被想像 我們彼此之間是有關係的 我們是共同體 所以它認為報紙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民族主義想像的基礎 然後這個報紙是建立在 所謂同質而空洞的時間觀 那這裡OK嗎 那除了報紙之外 其實你就想想看 其實我們每天看報紙好像一個儀式 就是它認為報紙已經有那一種儀式性的效果 因為它可以透過閱讀的過程 讓我們想像我們彼此之間是相關的 就是我們之間是息息相關 我們是一個共同體 然後除了報紙之外 小說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在它的文本裡頭 它放了幾個小說 菲律賓的小說 墨西哥的小說 跟印尼的小說 然後菲律賓的小說 它放的是所謂 菲律賓的民族主義之父 李察的小說叫做 《社會之哀》 然後這一本小說一開始就是 有一群在菲律賓 在馬雷拉各地的人 他們開始在討論一場晚宴 然後在討論的過程中 其實這一群其實彼此並不相識 分佈在馬雷拉各地的人 他們因為共同在討論一場晚宴 所以召喚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我們之間因為共同在討論 同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是有關係的 我們是所謂被想像出來的一個 命運相關的共同體 那其實黎薩的小說 因為它其實在一本書裡頭 它沒有進一步多談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還少了一些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就可以作為一個想像的基礎 所以後來Anderson 他寫了另外一本書 我等一下再介紹 我有帶來 其實他是在談黎薩 其實那一本書很有趣 他是以黎薩作為主要的行動者 然後那一本書其實就叫做 《全球化的時代》 他談說其實在十九世紀末 已經世界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然後黎薩他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移動 接觸到各種不同的思潮 跟各種不同的民族自覺行動者相互連結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連結過程中 所謂民族主義或者是民族自覺的思潮 是被安置在一個世界的思潮 所以他才會有這麼大的力量 所以他後來其實有在有一些補充 就是在讓 其實他這一本書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把非常非常 Local 就是每個地方發生的 每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會有他的特殊性 可是他可以用一套普遍的抽象架構 來談民族主義 所以這個是他為什麼這麼powerful 可是閱讀的時候大家也會覺得 好像就少了一些活生生在行動的人 少了一些感情 可是我們認為民族主義最重要 就是要召喚出這一些感情 其實後來他就有一本 講全球化的時代就是以黎薩維麗 去談這一些情感是如何被召喚出來的 我覺得還滿好看的 好 那這裡還是先從他的架構來談 他談了菲律賓的小說 談了墨西哥的小說發揚的鸚鵡 然後發揚的鸚鵡 這裡頭的主角就先後成了教室賭徒小偷 藥劑師學徒醫生鄉下小鎮的書記 就是這一個主角他不斷地在轉換身份 然後在這個轉換身份的過程 召喚了一個社會空間 就是在這主角他轉換身份的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空間 就是包括了醫院 監獄 村莊 修道院 印第安人 黑人 他們由這一些社會空間組成的 就是當時的墨西哥的邊界 這個是殖民時代的墨西哥的麗皮線 所以他認為小說扮演一個 建立想像共同體很重要的基礎 因為他可以把這一些 好像不認識人不相關的事情 透過同時討論 經歷同樣的命運的過程中 讓大家想像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的 然後我們是經歷同樣的命運 然後我們也必須想像共同的未來 然後他還有寫了一個印尼的小說 就是談那個流浪漢 然後那個流浪者其實就是 變成所有讀者可以跟自己生命連結的一個主角 這個是他談的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 就是所謂的中教共同體的解體 王朝的解體 然後有很重要的就是新的時間觀念 也就是所謂同質而空洞的時間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時間觀念 可以成為報紙跟小說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然後報紙跟小說其實就召喚出共同的讀者 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把這一群 我們根本不認識 我們沒有親身經歷的事情 可以透過報紙跟小說把我們連結在一起 然後讓我們相信我們是命運共同的 然後他認為說報紙創造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群眾儀式 就是我們在消費 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也在想像 創造出一個人們對於匿名的共同體 不尋常的信心 那除了文化條件之外 他接下來要談社會條件 他說其實除了這一些基本的文化觀念的改變 或者是這一些新的形式的在線方式的出現之外 他有一些就是民族主義作為想像共同體 有一些社會條件 在消極的面向就是拉丁文自身的改變 因為拉丁文已經越來越少人了解了 就是他已經開始逐漸的神秘化 逐漸的遠離一般的日常生活 還有宗教改革的影響跟行政語言的興起 就是整個社會條件就是因為拉丁文開始衰弱 然後開始有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就是當時的宗教改革 是要用所謂的拉丁文之外的各地的方言來寫聖經 那當時的方言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英語 法語 德語這一些 他是相對於拉丁文是當時各地的方言 那其實等一下會再談這一些方言 他能夠被固定化還有一些基礎 可是重要的就是因為宗教改革 然後這一些宗教改革的領導者 他們要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寫出聖經 因為他們要召喚更多的群眾 所以當時的路德版的聖經就是當時的暢銷書 所以瑪麗路德是當時的暢銷書的作者 就是非常有趣 他說其實因為宗教改革 開始讓各地的方言開始變成written language 因為他要去召喚更多的跟隨者 這個是整個宗教改革的影響 然後還有行政方言的興起 因為當時的王朝宗教共同體開始衰落 所以各地的統治者 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行政方言來治理 這裡的行政方言也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 法語、德語、英語這一些 可是當時其實作為方言 他在語音上面有更多的差異性 譬如說同樣是 就是現在written language 做英文好了 其實他在各個地方 他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語音 可是每個地方的統治者 開始用行政方言來治理 那這一些譬如說各地不同的語音 他到底怎麼樣被固定化下來 他有一些很積極的條件 就是資本主義印刷術 18世紀開始有印刷術 印刷術就要去 就是開始可以把方言變成 所謂可以記錄下來的written language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而且因為印刷術就造就了剛剛所談的 報紙跟小說的興起連結了讀者同胞們 所以人們得以想像在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區有著一群同胞 大家彼此不相識 可是可以分享一定的文化跟共同的生活經驗 這是印刷術很重要 他作為一個報紙跟小說的基礎 去召喚一群命運共同體 那除了印刷科技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是 資本主義的興起 資本主義他一定希望他的讀者同胞們 越多越好 因為他為了成本的考量 所以這個時候就開始把語音 有差異的一些方言 譬如說英文他裡頭有很多的 譬如說有威爾斯 有蘇格蘭 有艾爾蘭 他們的語音都有差異 可是這一些各地的方言 他們可以因為文法的結構 可以被整合成為一個書寫的語言 叫做英文 然後這個背後的動力就是資本主義 因為資本主義 他希望他印出來的這一個印刷品 他可以有越多的讀者越好 所以如果一個印刷品他是按照每一個 譬如說 愛爾蘭語、威爾斯語、蘇格蘭語、英格蘭語 來印刷的話 他的讀者不可能 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想法 就是要擴大他的 擴大他的銷售量 所以他必須要把一些有語音差異的方言 固定下來成為所謂書寫的語言 所以這跟資本主義跟印刷術所扮演積極的條件 所以因為資本主義要召喚最多的讀者 所以他開始就是他 就是他開始把有一些各地的方言固定化下來 譬如說英語、法語、德語 他就開始這一些各種的語言就成為後來想像民族國家 很重要的基礎 這是我等一下要談的第二個階段 就是語言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了資本主義印刷術 開始固定化所謂的書寫的語言 就是把各地的差異的方言 開始固定化為幾種書寫的語言之外 其實人類還命運一個語言多樣性的宿命 雖然資本家他希望他所生產出來的報紙、小說 可以召喚最多的讀者 可以達到最大的利潤 可是人類的語言還是有他的多樣性 譬如說英語跟法語跟德語 之間就沒有辦法統一成為一個written language 所以這就是人類語言的一個宿命 就是語言還是有他的多樣性 所以民族主義才會在各地 因為他不同的基礎 而有很不一樣的建立方式 這裡OK嗎 他整個架構其實是前三章就是在談 民族主義他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的基礎 跟社會的條件 文化的基礎就是 宗教共同體跟王朝的解體 然後還有空洞 同時空洞的時間 造成小說跟報紙的書寫 然後小說跟報紙可以召喚出一群 根本不認識的人 有命運共同體休息與共的感覺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的社會條件就是資本主義印刷術 因為資本家他需要召喚出 越多的讀者同胞 所以他必須把各地 其實都有一些差異的方言 大概固定化為幾種書寫的語言 然後這一些書寫的語言 就成為接下來民族國家建立很重要的基礎 那我們接下來看 其實他接下來要談的是 除了這一些共同的文化條件 跟社會條件之外 其實有四波的民族主義的興起 然後這四波民族主義 他有不同的領導者 然後他可能建立那個共同體的基礎 也會有一些不一樣 這個是他前面的大概的一個 summary 他說因為上面這幾點的交互影響 資本主義開發市場 產生了不同方言的報紙小說 然後印刷術的發展 結合資本家追求利益的動力 讓報紙小說在一定的區域內整合人們 塑造了民族的概念 然後地方語言成為印刷語言 電力的民族意識的基礎 這些地方語言就是相對於 拉丁語的這一些行政的語言 就是英語法語等語等等 那我接下來要談四波的民族主義 第一波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 歐裔海外移民 也就是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運動 他這裡談的比較多的是南美 他說其實南美的殖民地獨立 過去有很多的想像 有些人認為是農奴去反抗壓迫者 而要求獨立 可是他說不是 在南美洲的一個這些民族國家的獨立 他們的發動者主要是貴族、地主 還有一些專業人士 譬如說像律師、地方或省籍的官員 他是由這一些專業人士所發起的 所以不是像過去所想像 是由農奴要推翻壓迫者 然後他說過去還有一些 對於當地殖民地的一些解釋 認為是因為西班牙 對於當地的一個政治的壓迫 或者是經濟的剝削 而造成這一些國家的獨立 可是Anderson基本上認為說 政治跟經濟他沒有辦法 召喚出那一種為之生為之死 你要為了一個民族主義這樣子的理想 而犧牲奮鬥這樣的情感 所以他認為民族主義 他背後一定有一些 能夠激發起共同體情感的一些基礎 所以那個基礎就是他前面所談的 整個南美洲的獨立 他認為很重要的 去激發彼此休息與共的那一個方式 那個過程到底是什麼 他叫做朝聖之旅 因為在南美洲的官員或者是地主、貴族 他們可能就是西班牙裔 可是在當地出生 然後這一些西班牙裔在當地出生的人 他們其實在當地可能被釋於土地 然後也被任命為官員 可是他們在這一個 他們的 就是在這一個行政區的一個遊歷的過程 現在我們看到的每個南美的國家 其實當時都是西班牙的行政區 就除了巴西是葡萄牙的 其他都是西班牙的行政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南美洲國家的邊界 就是常常 他不是按照地理在畫的 他就常常東切一塊西切一塊 因為這個是當時行政區的畫法 然後他說其實這一些我們剛剛談的 這一些西班牙裔的後代 他們在這個行政區裡頭 他們可能被釋於土地 然後他們可能會被調升 各種不同職位的官員 在這個過程 他認為是這一些西班牙裔後代的朝聖之旅 怎麼說呢 他們在這一個行動的過程中 他們遇到一群跟他們命運相關的人 所謂的命運相關就是 他們知道他們永遠不可能 回到殖民母國西班牙去擔任官職 就是他們的命運共同體是 他們是在南美洲出生 所以他們即使獲得土地 即使得到各種政治上的任命 也只能在南美洲這個行政區 所以這一群朝聖之旅 就是當他在這個行政區裡頭 不斷因為政治經濟的關係而游利 或被輪掉的過程 他們遇到了一群跟他命運相關的一群人 就是他們跟殖民母國是不一樣的 他們跟西班牙的 真正在西班牙出生長大的那一些官員 貴族的命運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開始意識到他們作為命運的共同體 然後他認為這個朝聖之旅 其實殖民地官員的朝聖 就是在他們親身接觸旅辦的過程中 一種年代的意識就出現了 所以整個南美洲殖民地奴隸運動 由這一群貴族地主或者是殖民地官員 扮演的重要的領導者的教室 可是他要召喚出這個行政區裡頭的人 有一些共同體的感受 其實是透過報紙 他就描述說 當時的每個行政區有他們自己的報紙 然後他們的報紙會去共同討論 譬如說什麼時候有哪一艘船舶靠岸 然後什麼時候有一個主教被任命 然後就會開始去討論這一些主教的細節 或什麼時候開始有一個婚禮 有一個晚宴 因為報紙可以把這一些好像不相干的事情 都放在一起 然後當讀者同胞們同一個行政區的人 在閱讀的時候 他們認為他們正經歷共同的生命經驗 共同的命運 然後因為其實報紙有一個限制 是因為他會受到交通條件的限制 他每當天的報紙 可以發放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這個行政區之內 因為交通條件的限制 他很難當天的報紙又發放到不同的行政區 所以因為這一些交通條件的限制 會讓報紙他可能可以召喚出來的這一些讀者同胞 就是這一個行政區裡頭的殖民 他們透過閱讀報紙的過程而想像他們是共同體 所以這是他認為南美洲殖民地獨立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他不是農奴去反抗壓迫 而是由這一些地主官員貴族 他們在朝聖之旅中去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後也透過報紙去凝聚出在這個行政區的殖民們 有一個共同的生命經驗跟想像出來的 我們有共同的 就是我們在經歷共同的當下 我們也會經歷共同的未來 那這裡 OK 嗎 這是第一波 其實他就是反對有一些過去對於當地獨立的一些說法 他認為其實當地有一些很獨特的條件 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一到三章 所談的那些文化條件跟社會條件 其實都同樣運用到接下來四波 可是每四波 這四波的民族主義或者是民族國家的獨立 他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第一波就是這一些殖民地官員的朝聖之旅 然後第二波是在十九世紀中的歐洲民族主義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群眾民族主義 他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些歐洲的國家 像德國、法國、英國、芬蘭爾蘭等等 這一波重要的領導者 是所謂的知識分子 尤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開始必須要我們剛剛所談的 其實有所謂的行政方言 就是相對於拉丁文的這些行政方言 開始成為所謂書寫的語言被固著下來 然後接下來開始有written language 之後 所謂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要去創立 開始要去整理語言 就是我們這一個地區的語言的字典 或是我們文法的結構 而且更進一步就開始要去整理我們的各種神話傳說 就是我們在同樣的這一個譬如說法國、德國 德國我們在同樣的這一個區域裡頭 我們有共同的語言傳說 我們有共同的神話起源 然後我們經歷共同的歷史記憶 我們有很多就是大家共同 從小就聽到大的故事 所以這一波就是語言學者、民俗學者、人類學者 開始透過語言、透過神話、傳說、歷史、記憶 然後各種大家好像從小聽到大的故事 開始去整理這一些文化 然後成為每一個民族 這一些民族共同體的一些建立的共同的基礎 所以這一波又跟前面一波不一樣 在這一波裡頭知識分子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一波它是由士生、學者、專業人士 跟商人所組成的聯盟 那專業人士就包括創造神話師歌的這一群 神話師歌報紙跟意識形態的這一群人 然後這時候開始推展大學教育 而且有閱讀階級的心情 那你們可以注意到 這一波裡頭有幾個重要的人 一個是有幾組重要的人 一組是字典編傳者、語言學家、文法學家、民俗學家、政治評論者 跟作曲家 他們是印刷、出版、市場的生產者 就是他要生產這些語言、文法、各種神話的傳說 可是接下來有所謂的消費者 就是閱讀階級的家庭式消費者 就包括了貴族、地方士生、庭城跟教士 這一些救了統治階級 還有不只是救了統治階級 扮演個領導者的角色 而且還有很多新興的階級 譬如說平民出身的下級官員 專業人士、商業跟工業資產階級 這一些新興的人士 這裡頭有很重要的就是 這一些新興的 在工業革命之下 開始新興的中產階級 他們扮演的很重要的提供資金的角色 就是這一波民主主義 其實他是由舊的統治階級、知識分子 還有新興的中產階級 共同合作所創造出來的 所以是非常特別的一個過程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 跟前面那個階段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又舉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他說譬如說法國大革命 他其實不像現在所想像的 好像一開始有一個什麼綱領 什麼共和、民主這樣的綱領 他其實就是一個事件 有一群人 他們原來也不是那麼有組織 也沒有那麼清楚的領導者 他們就有一群人恭敬了巴士第一 然後這個事件就發生了 重要的是當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報紙就開始不斷的去談論 然後是透過報紙上面的論述 開始去發展出民族國家、共和制度、公民權 和民主權的觀念 所以他說這一些觀念都不是一開始 就已經想好的行動綱領 他反而是透過報紙、透過印刷術 不斷的去被論述出來的 就是他又再一次的強調印刷術的重要性 這一波OK 然後第三波是 十九世紀後半 官方民族主義跟帝國主義 你們可以看到這裡都是歐洲古老的帝國 或者是亞洲新興的帝國 他們怎麼樣去挪用民族主義 基本上他是用民族主義做為外衣 包裹他帝國主義的內涵 譬如說奧匈帝國、俄羅斯、英國跟日本 你知道當時英國就是大英帝國嗎 他其實統治了很多的地方 可是他統治的過程 他也是在推行所謂的文化 就是透過各種教育、文化、學習、語言的方式 希望他的殖民地去認同他們就是英國的殖民 然後譬如說日本大家就很熟悉 我自己的研究其實就是 從日本的殖民治理性開始談起 日本的治理他也是透過教育 然後透過各種人口、地圖、各種治理的方式 希望他的殖民地都成為所謂的天皇的殖民 就是當時的皇民化的運動 所以他們其實是透過這一些教育跟文化的方式 希望所有的殖民地認同他們 就跟這個殖民母國一樣 都有共同的命運 都是一個共同體 可是這裡頭內部是矛盾的 因為帝國基本上還是有他剝削的性質 雖然他希望他的殖民地想像 我們透過語言文化我們是共同體 我們都是一個所謂天皇的殖民 可是他裡頭其實是在包裹 帝國主義剝削的實質的內涵 所以這一波的民族主義就是 帝國主義怎麼樣去挪用民族主義的論述 可是他內在基本上是矛盾的 這裡OK嗎 然後第四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從20世紀開始 非洲亞洲這一些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 然後這一些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 會跟前幾波不一樣的是 其實語言不在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因為其實很多的殖民地他們都還是使用殖民母國的語言 譬如說英文 可能在很多的殖民地都還繼續被使用 然後這一波知識分子 是獨立建國很重要的動力 而且這一波的殖民地獨立運動 其實還是不可避免的挪用了一些 殖民治理所建立起來的一些觀念或制度 這等一下我再談 這個是他這裡談的 就是在這裡其實殖民 當這一些殖民國家在殖民 就是所謂的日本英國這些殖民國家 在殖民各個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很重要殖民的方式 一個是人口的統計 一個是地圖的繪製 還有是博物館的建立 人口的統計他必須要確認說 他所統計的人 然後他會對人口進行各種分類來方便治理 包括族群的分類 性別的分類 還有各種地區的分類 然後這是殖民地治理的方式 就是人口的調查 還有地圖的繪製 因為要確立所謂的地理範圍 然後還有博物館的建立 因為透過博物館好像就可以把這一個治理的地方 建立起一套系譜觀念 就是每個族群他有他的祖先 然後有一套單系的演化論 就是殖民地透過人口的調查地圖的 繪製博物館的建立 其實都是在建立一套 比較有技術的統治方式 客觀化的統治方式 然後這一些人口地圖跟博物館 其實在這一波第四波的殖民地獨立運動過程中 都還是不可避免的必須要挪用 就是這一些殖民地所留下來的人口的資料 地圖的資料 其實都是在國家治理的時候 會繼續去使用的 甚至博物館所建立起來的各種想像的 族群的系譜或族群之間的關係 其實這個也都是我後來研究 我想很多座原住民的研究 不斷重新再反思這一套客觀化知識 之外的可能性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解質還是要跳出這一些 由殖民所建構出來的知識或觀念 所以第四波殖民 第四波的殖民地獨立運動很重要的是 他其實還是會挪用了一些殖民的治理方式 譬如說人口地圖或是博物館這些治理方式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因為知識分子 是這一波獨立運動很重要的領導者 所以在這裡頭教育體系 選舉政黨組織文化慶典公民裡面 也同樣是在這一波民族獨立運動過程中 透過教育透過選舉 透過各種公民的慶典 要去凝聚出大家有共同感的一些很重要的機制 其實我們到現在這些文化慶典都還是非常重要 還有就是公民的理念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寫這樣聽好像還覺得不過癮 我介紹你們幾本書 其實關於台灣的民族的 就是台灣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力 其實有很多很多相關的書 然後我基本上放的是我覺得還算滿好看的 就是一開始不會太難進入的 可是又可以給你一些思想的啟發 譬如說我這裡放了很多文學的 就是一些文學作品的討論 從書寫台灣持來的後殖民後殖民台灣 還有一個想像主體性 就是這一些書其實有很多都是選集 然後他們也在討論台灣從 60、70年代的小說一直發展到當代 就是後面的如何去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或者是甚至90年代之後 再入了一些後現代的討論 就是各種想像跟虛幻 魔幻寫實風格的形成 那其實這裡頭我覺得 它就提供很多的不同的觀點 那我覺得同學在閱讀這一些 學者的分析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很多的觀點 嘗試用來分析你們可能有興趣的文學讀本 就當代的小說可能你們最了解 然後畢竟這裡頭分析的都還沒有 最多好像就到2000幾 還沒有非常當代 那我想你們可以把一些 譬如說後殖民或者是 事後現代甚至有一些 性別的觀點 譬如說男性的作家 女性的作家所書寫的歷史 那個書寫的方式內涵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些不同的觀點 我覺得是可以幫助大家 用來協助大家分析 你們自己有興趣的一些文學 或者是電影 或者是當代的一些文化現象 就是我大概放這幾本書 其實還有滿多 然後這幾本都是我覺得還算容易進入的 然後這裡上面這幾本是 不大一樣性質的 你們可能看不大清楚 消失的現在性是 就是Apagura 他在跟Anderson做對話 他基本上認為在當代 其實這本書應該是2000幾年出的 他說在當代因為遷移 因為媒體 所謂對於民族的想像 其實已經超越了地獄的範疇 已經不是固著在國家 所以他基本上 反而是在跟Anderson對話 他說其實必須要跳出 就是其實民族 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的糾結 是非常複雜的 剛剛你們可以看到的幾波 他都還是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 去想像去建立國家 可是也有很多不是這樣子的例子 包括很多的民族 譬如說我們很熟悉的加太農民亞 他就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國家 不過蘇格蘭 他也一直都還在fighting的過程 所以這裡頭其實有一些糾結 甚至一個國家內部 其實也有可能有不同的民族 尤其是在我們大洋洲這一邊 就是南島 其實那個民族之 我們講族群 族群之複雜之多元 所以我要談的是說其實 關於民族 民族主義國家之間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糾結的關係 然後Abarriora這一本書 他基本上談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 透過遷移透過媒體 其實民族是被想像 而這個想像已經超越了這個國家的邊界 因為Abarriora 基本上是出生在印度的夢邁 可是在美國成長 所以他想像的印度 其實就可能跟當地的社會運動者 所想像的印度是不一樣的 不過他這裡頭有一些很有趣的 比如他講 cricket 你們知道板球嗎 是英國在治理印度的時候 為了要訓練當地人的紀律化 各種組織化所去推廣的 可是板球成為當代印度民族 民族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就像棒球成為台灣很重要的象徵 所以他這裡頭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他一方面在跟Anderson對話 然後一方面他也沒有完全否定 民族國家的這一個在當代運作的力量 然後譬如說其實大家很熟悉 就是現在因為很多土耳其移民到了德國 然後這些土耳其移民 他們也是透過媒體在想像他們的母國 就是在當代全球化的時代 不斷牽引的過程 其實如何透過媒體來想像民族主義 反而是當代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然後這一個是Anderson 後來寫的全球化的時代 在寫十九世紀末 他認為他應該是在回應了 他認為說所謂全球化 也不是二十世紀才開始 其實十九世紀末就開始全球化了 所以他就寫了黎薩的 其實這本書有趣的是他用了 他有很多的歷史文件 他又用很小說式的方式 把很多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裡頭有孫中山的照片 他認為十九世紀末了 這一個全球化的過程 已經讓世界各地的民族自覺的思想 可以互相串聯 然後行動者可以互相的支援 就是一個非常蓬勃發展的過程 所以他認為要把民族這個概念 雖然他好像是想像的有限的 可是這個概念是要放回 全球的脈絡中來理解 這我覺得都是還滿好看的書 大家可以看看 然後這一本是吳仁爾老師的 《受困的思想》 然後這一本《受困的思想》 應該就是他的一些文章的選集 我想說應該就是這一門 這個學期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請他來 所以就請大家 如果對他 因為他跟 Anderson 也很熟 如果對他 就是他對於整個台灣的 就是台灣意識如何形塑 其實有很大讀 有他很獨特的一些論述 然後這一本是我等一下會談的 就是關於殖民的治理 松岡閣他談日本的殖民治理 就是如何透過各種空間的治理在進行 翻例治理與三例行政 其實這一本書是台大出版中心出 然後台大出版中心有一系列 文化跟教育的著作 大家如果對這個時期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然後甚至還有清朝時期的 一個想像的台灣的地理 就是台大出版中心有一系列相關的 這一些著作 那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會談到松岡閣怎麼樣去談空間的治理 因為我基本上 就是我要談的 就是國家治理殖民治理 是這麼大的一個議題 我會比較聚焦在空間跟物質文化 因為我認為跟當代在談傳統領域 談文化資產 這一些應用跟實踐的議題是可以結合 然後又可以提出一些人類學 比較不一樣的思考方式 如果這一堂課想要談 比較多各地的一個國族的建構 那剛剛有同學在問民族國族的關係 其實民族主義國家中間是 是非常糾結的 然後為什麼這一本書 我任人翻譯的時候用民族主義 而不用國族主義 其實在他的導論中也有寫 他認為國族主義好像沒有辦法涵蓋 前面幾波 譬如說第三波 就沒有辦法用國族主義來討論 然後到目前的 其實關於民族民族主義的書非常多 像Gellner Hobbesbaum 有很多還有一些哲學式的討論 好像都沒有一定的定義來談 什麼是民族或國族來做區分 反而必須要放在你的個別的脈絡中 你用民族或國族在指涉什麼 然後要重新去定義 好像到目前還是沒有一個 非常普遍性的區分的方式 或定義的方式 然後這也是無論人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在用這些語言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concent 那我接下來要談的就是各個地方的一些 不管是國族建構或者是民族主義 國族建構我們通常比較是談說 以民族主義作為想像的基礎來建立國家 可是建立國家他其實除了這個想像的基礎之外 其實要有很多治理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當代在談的都是國家治理性 不管是談governors或governmentality 其實那個著重的面向不一樣 反而是談更多的觀念的制度的 甚至自我的治理 那也是我現在正在做的 我看今天可以談到什麼樣的階段 因為那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架構 就是政治是我覺得最難處理的 因為他就真的內化在日常生活 內化在我們的很多觀念裡頭 那我這裡要先談的是一個非洲的民族誌 那等一下如果我 有時間我會談我自己的一些研究 那希望也透過我的研究來談說 那在台灣我們在談國族的時候 我認為有一些什麼樣很獨特的內涵 這還是我非常重要的關心 他是一個性別 就是透過性別來建構王國的權力關係或意識心態 那性別我要談的這一個族群叫馬類 他是在伊索皮亞 那這個是伊索皮亞大概的一個發展過程 其實他是在19世紀末 唯一成功擊敗歐洲殖民者 維持君主制傳統的非洲國家 然後1974年有一個軍政府的成立 然後後來1994年又開始改為聯邦制 強調所謂的民族自治 那其實伊索皮亞曾經經歷過幾次災難 譬如說曾經因為氣候的變遷而又饑荒 然後他們後來也開始重新去附贈很多糧食的作物 雖然經濟作物咖啡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作物 可是他們也很重視糧食作物的重置 然後糧食作物中間隱含了很多的宇宙觀 或者是文化的一個實踐過程 就是伊索皮亞到現在當然因為他內部族群非常多 所以也還是都有一些族群的一些抗爭 可是相對而言他在非洲國家裡頭 算是目前為止還算是蠻穩定 那我就要談說他們這個背後這個文化的厚度 其實可以讓他們在各種變遷的過程中 其實有一套文化的那一種深度 其實一直都還是在運作 就是我為什麼喜歡講這個民族字 一方面他談性別 然後一方面其實他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政體不斷變遷的過程 譬如說他可以強調世系群 可以強調Chieftain 球長國 可以強調王國 然後又可以重新 就是這一些各種不同的政治型態 在當地並不是排他性 他是一個非常動態變遷的過程 就我上禮拜讓你們看了一些 政體的一些分類 那個好像是靜態的 可是我要談的這個民族字 其實他要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非常動態的一個政體的變遷 我也喜歡談動態性 因為我覺得談動態性就是讓你看到 不管在任何情境之下你認為 所以我覺得民族字看多人就會知道 其實整個社會就是在變的 其實絕對不會有讓你絕望到 永遠不變的事實 就是你其實只要有耐心 慢慢的去看社會的變遷 我想人類學就是有這樣子的好處 因為我們做了畢竟就是一個 比較小的社群 你比較容易看到各種社會結構 不斷改變的過程 那這一種很動態的社會觀 我覺得會給 起碼給我生命一種力量 就會覺得好像人生不會有絕對的 絕對希望或絕望的時候 因為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包括我們現在在看當下 其實我們以為心自由主義 好像已經鋪天蓋裂而來 可是可能就有一些偶發的因素 其實也在改變心自由主義 雖然當下很多事情不是我們希望發生 可是確實就是有很多的偶發因素 其實是不斷的在改變社會 那我喜歡談這個動態性 就是你會看到雖然他是可以 從中央集權到比較平等式的一個正體 可是他背後有一套性別的意識形態 就是支撐著他在改變的過程中的 那一個安頓的力量 就是我為什麼喜歡談這個民族 這一方面我覺得他真的性別很可愛 好 那他的生產方式基本上 這個作者的天意是在1977年 所以他那時候看到的生產方式就是 還是以油耕為主就是三田燒肯 然後他們的生產工具很簡單 那當然我想到現在 其實整個生產工具的變遷會更加的 讓他生產力更加的豐富 然後重要的是他們當地的生產過程中 男女是分工的 男性從事狩獵虛母還有出眾的農耕 然後女性從事除草跟照顧小孩 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所有的生產都來自於男女的合作 然後這個男女的合作 在抽象化為他們性別的意識形態 就他們基本上的性別意識形態 是認為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互相的結合 互相的互補共同去創造出生命 或者是創造出萬事萬物 所以他們人跟物的關係 並不是人是主體物是客體 反而物就好像人的小孩一樣 是由男女共同生產出來的 然後他們的性別的意識形態 我剛剛要強調的是 其實也跳脫了所謂生物性的男女 而是談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那這一點其實是我在親屬的第三周 談性別就很強調 然後人類學談的性別是Gender 然後人類學是透過Gender的討論 來討論其實性別是一個我們去討論 就是我們透過性別的 Gender的多樣性來討論 所謂公私領域的多樣性 或是自然文化的循環的過程 或者是個人跟社會之間很複雜的關係 其實人類學透過Gender 其實是要談整個社會非常複雜的一個結構的方式 這是我在性別的時候在談的 所以今天我也是要談Gender 如果你們還想要回復一下性別 等一下我可以有機會再談 因為我基本上認為人類學透過Gender 其實是要去談一套更流動性更多元性動態性的社會 所以我們談的Gender其實是一套 就是不是由生物特質來界定的 然後我們反而希望透過Gender的討論 來重新思考當代很多二元化的對立 或者是因為二元化所造成的載子關係 這是人類學基本上的思考 這裡要談的Gender 其實這一個社會裡頭他的權利關係 大概有四個類型 一個是Vitual King跟Chief之間的關係 就是他是一個王國 可是這個王國這個國王 他基本上是一個象徵性的 他就是一個儀式性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所有收成 就是這個王國的殖民收成的時候 他第一個舉行儀式來獻祭祖先 所以他是一個儀式性的一個國王 這個是Vitual King 這個Vitual King跟他的Chief之間 就是他們這裡頭 就是這一個國家裡頭有十幾個Chief的 十幾個酋長國 Vitual King跟Chief之間的關係 就好像Male跟Female的關係 這是用性別的意識形態來想像 他們之間的關係 然後第二個Elder and Younger son 就是他們除了有Vitual King之外 他們也像我們在親屬第一個禮拜所談的 那個奴爾人他們是有世系群的 然後在世系群裡頭的長者 那個長子跟其他的兄弟之間 也是Male跟Female的關係 就是他們是用Male跟Female這一種性別 就是這種Gender的意識形態 來想像各個不同的權力關係 就是Vitual King跟Chief之間是Male跟Female 然後Elder son 就是長兄跟其他兄弟之間 也是Male跟Female的關係 然後第三個 夫妻之間也是Male跟Female的關係 還有在這個社會裡頭 有Outcaster 就是他不是在社會階層裡頭 他是另外 就是在這個社會階層之外 叫Outcaster 跟整個Male的人而言 其實是 應該是Male跟Outcaster 是Male跟Female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他們有四種權力關係 然後他們都是用性別的意識形態 來想像這個關係 而且很重要的是Male跟Female之間是相對的 Chief他相對於Ritual King他是Female 可是他相對於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那個世系群的弟弟 他就是Male跟Female的關係 Ritual King跟Chief是Male、Female 然後在Chief裡頭 在他的世系群裡頭 就是可以作為Chief 他是世系群裡頭的長兄 然後這個世系群的長兄 就是Chief 他相對於Ritual King他是Female 可是他相對於世系群的其他的弟弟 他就是Male 所以所謂Male跟Female 這個性別的意識形態是相對的 而且他們必須要在各個儀式的場合 可以互補 共同去生產 生產出萬事萬物 然後物跟人的關係 就好像父子之間的關係 就是物就好像人的子氏一樣 他是一種 他沒有辦法被客體化 那除了性別是相對的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在象徵上面 當然Male的位子 就是他們認為Male跟Female 必須要合作戶 然後在象徵上面 好像Male有比較大的權力 可是在實際上的運作上 其實他是非常動態的 譬如說在一個家戶 男生被認為是從事那一些生產工作 他好像有象徵上的 對於生產所得的 好像是象徵性的一個擁有者 可是他的太太 其實才是真正的支配者 就是他裡頭其實 那個Male跟Female 不是一個絕對的支配或載字的關係 Male好像是一個象徵上的 地位比較高的人 可是在實際的運作上面 反而是由Female 真正扮演那個支配者的角色 譬如說女性可以決定家裡的糧食 各種糧食作物 到底要賣要收藏 或者是要做各種的交換的使用 這是由女性在決定 所以他談這一套性別意識形態 很強調的是 一個是他是跳脫生物性的性別 他其實是一套那一種 想像各種關係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 其實他們之間是互補的 而且是相對的 沒有絕對的男性或女性特質 就是看你是跟誰做對比 來界定你是男性或女性特質 還有很重要的是他的權力 不是一種支配性的權力 雖然在象徵上面 好像有比較高的象徵地位 可是在實際上的各種的 各種作物的處理安排 其實是由Female實際上 在安排這一些收成 到底要如何分配多少 要消費多少去交換的 所以這是他談權力 一些很動態的相對的特質 然後甚至他要談的是 其實這樣的一個Chiefdom 或者是一個疑似的國王 這樣的一個王國或Chiefdom的形態 他是一個非常不斷在變動的過程 他談的是一個變動的過程 他說其實Ritual King 他就是要透過疑似的過程 來繁衍那個繁衍力 然後來保證他的子民們 可以封衣足食 可是如果這個Ritual King 他沒有辦法讓他的子民們封衣足食 那就會 就是那個Chief就會推翻這個Ritual King 然後回到比較沒有王權的情況 那同樣的如果這個世系群的長齒 他沒有辦法照顧他的弟弟們 去成家立業 然後有很好的發展 弟弟們也不會去承認他的位置 那反而這個權力 關係就會不斷的在改變 就是可能Ritual King會被推翻 可能Chief會被推翻 因為如果那個 其實一個Chief 他就是這一個最大的 他自己的世系群裡頭的長齒 那如果其他的弟弟們都不承認他的權利 那這一個Chief就會被推翻 就是這個Chief會被推翻 然後這個Chief這個酋長國的型態 就會過渡到比較像我們親屬的第一週 所看到的那一種世系群的型態 如果說那個Chief被推翻 他就會變成一個以世系群為主的一個結構方式 然後再以世系群為主的結構方式 所有的權利或者是法律的一個執行 都要看彼此在這個世系群中的位置而決定 就他就沒有一個權威來作為一個 就是雖然在那個 就我們在談論的時候有在談說 其實他們有爆皮酋長來作為一個協商 整個他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權威 所以在這裡頭你可以看到 如果Ritual King不能夠去保證他的王國的殖民 都能夠封一族使他會被推翻 然後如果一個Chief 他不能夠好好照顧他的兄弟們 他的弟弟們 他也不會被承認 所以這個Chief就會開始往比較 是那一種世系群的方式過渡 所以他基本上要談的是 這一些不同的包括王國 包括酋長國 包括世系群的一個結構方式 他都不是靜態的 他是一個不斷動態變遷的過程 他必須要建立在這個 male 跟 female gender 之間的互補 然後可以共同去繁衍更多的萬事萬物 然後可以造成所有王國殖民的封衣族 就是所有的人的封衣族師 這個就是我要談 就是好像其實伊索皮亞 他獨立的時候 他是以王國的方式獨立 然後他其實中間也經歷了很多的困難 就是包括災荒 然後包括一些內部的攀亂 可是他現在還是相對穩定的 我認為他內部有一套文化其實在維繫 而這一套文化本來就是認為 其實所有的權力就是一個動態變遷的過程 然後這樣的一個動態變遷的觀念 反而可以維繫這個王國的穩定 這非常吊詭 就是你有一個比較動態性的觀念 你反而比較能夠去看待很多各式各樣的變遷 結果要談的是這一套性別的意識形態 也可以成為一個建立王國的基礎 然後這裡他談的一個很有趣的term 叫做反眼力拜物教 就是相對於馬克思所談的商品拜物教 馬克思所談商品拜物教就是商品開始變成有獨立的生命 可以去界定人的特質可以去界定社會關係 然後他這裡談的反眼力的拜物教 Vertulation of fertility 他要談說其實他們重視的是反眼力 然後重視的是人跟物之間就好像父子之間 好像父母跟子女之間的關係 就是人是透過不斷的生產過程去 他不是把物當成一個課題而已 他是透過這一種男性特質女性特質相互不斷的結合的過程中 去繁衍萬物萬事 然後他們對於反眼力的重視 其實不只可以用來理解權力的動態性 也可以用來理解他們的財產觀 或者是人跟物之間的觀 因為財產不是個人所擁有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性別不斷合作 各種不同的性別 就是在不同階段 不同層面的性別不斷合作的過程中去繁衍出來的 這是他所談的反眼力的敗物教 他是透過反眼力來看人跟人的關係 還有人跟物的關係 就是他用了Freedman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架構 在談這一個變遷的過程 其實Freedman 這一個架構 是用來理解Kachin 的社會變遷 就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在宗教的第四個禮拜有談到Kachin 他們會從Gumsa Gumlau 之間不斷的變遷 然後Leach 的解釋是認為說 Gumsa變到Gumlau 是因為三官 他開始違反了親屬之間的關係 他把他的跟隨者當作是 就是本來三官跟他的跟隨者 跟他的子民之間是一種親屬的 就是給七者取七者之間的關係 可是當三官違反了這種親屬的關係 把他的子民當成一個政治的 就是用政治的關係 甚至開始去剝削他的子民 就會造成那個子民們反 就是叛亂 然後就會推翻三官 這是Kachin 那個Leach 的解釋 就是他認為Gumsa變到Gumlau 是因為三官違反了親屬之間的關係 而造成子民的叛亂 然後他認為Gumlau變成Gumlau 就是所謂平等的體制 過渡到貴族的體制 是因為開始有野心的人 想要去透過各式各樣的正理的方式 然後透過重新建立系譜的方式 來提升他世系群的位置 然後成為所謂的三官 他其實Leach 基本上在談說 其實整個社會變遷背後有一套機制 就是你必須要 譬如說Gumlau變成Gumsa的過程中 一個人必須要透過原有的社會機制 來提升他的地位 就是他的世系群 開始成為嫁女人的世系群 而且在所有儀式的過程中 要大方的正理 就是有一套社會的機制 來提升一個人的地位 Leach 的解釋是有一套綱的解釋方式 然後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解釋 他認為Gumsa跟Gumlau變遷 其實就是生產力跟生產關係的矛盾 這裡是總產量 這個是人口 他說Gumlau是從開始 就是大家是一個平等的體制 然後開始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就開始有三官的形成 因為越來越多人聚集在一起 然後就開始有所謂領導者的出現 然後在這兩個階段 越來越多的人聚集 都會造成所謂生產力的上升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會一直聚集 可是到了這個階段之後 當人聚集在一起之後 雖然生產力還上升 可是邊際效用已經遞減 就是你多一個人進來 你所生產的跟你所消費的 已經消費大於生產的 他講說邊際效用遞減 他說到了這個階段 多一個人進來就開始邊際效用遞減 雖然生產量還是總產量還是增加 到了這個階段 多一個人進來 總產量就開始減少了 所以Freedom是純粹就 非常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生產力跟生產關係的矛盾 來解釋社會的變遷 他說在這兩個階段 因為這個是Guma 就是一個比較平等的體制 然後讓大家逐漸的聚集在一起 開始形成三觀 就到了這個時候 可是到了這個階段開始 越多人聚集 反而造成邊際效用遞減 或者是生產量遞減的情況 人群又會開始分散 所以從這個階段到這個階段 就會開始又從工薩到工老過渡 這是Freedom 用馬克思主義的架構 生產力跟生產關係的矛盾 來解釋整個卡聖利斯會的變遷 然後這一個作者都很 他也用這個架構來解釋 我剛剛所談馬類的社會變遷 他是透過生產力跟生產關係的一個 就是生產力跟生產關係的這一個 發展過程來解釋 為什麼有時候會形成 酋長國有時候形成王國 可是有時候又開始往世系群的 那個結構方式過渡 到這裡OK嗎 其實我要強調的是一套 比較動態的一個社會結構的變遷 就是他認為所謂的 世系群跟酋長國之間是實時在改變的 然後還有他認為 其實male跟female好像是象徵上的支配者 跟被支配者 可是其實所有的 就是好像象徵上的被支配者 其實他們在實際的運作上 都有去操作權力去 就是在實際的運作上面 都有權力運作的空間 所以是因為支配者跟被支配者 他們有一個這樣子動態的關係 所以才能夠維持這一個 性別的意識形態繼續的發展下去 就是裡頭沒有誰是絕對的被壓迫者 譬如說女性她可能尊重她的先生的 一個象徵性的舉行儀式的權利 可是她實際上她是可以支配那些 鼓舞那些收成 甚至當她小孩子開始長大之後 其實因為她又多了一個生產力 她對於那一個 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增進她的 在fertility上面的一個象徵性的地位 所以她在fertility上面的地位 又開始會被提升 所以她其實要強調的是 這一個非常動態的支配者 跟被支配者的關係 還有所謂的權力之間的關係 然後社會結構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 所以她提到APCO structure 她認為所有對於社會的討論 都必須要是一個比較長時期的階段性的結構 她不是只是當下是世系群 或是酋長國或者是王國 而是要從一個更長時期的歷史來看結構 這叫APCO structure 那接下來其實這一篇文章 我有放到CIPA 就是我其實昨天有放了幾篇文章 或許你們會有興趣 一個是姚仁多她談日本時代的殖民性 就是日本在治理台灣的時候 怎麼樣透過各種人物空間的一個數據 來做治理 甚至每一個家有養多少牛 其實那個資料裡頭都非常清楚 就是她要談這一個 所以她基本上要談就是知識就是力量 你透過這一些數字化的過程 其實是一種治理的方式 所以我傳了一篇姚仁多的文章 然後一篇沈松橋的文章 他在談中華民族作為皇帝的 就是皇帝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祖先 其實是在晚清的時候 因為中國遇到各種內憂外患去建構出來的 可是皇帝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始祖 這樣的一個論述 其實有很多很爭議性的論述 譬如說滿族的地位到底是什麼 其實他要談是說大家都以為 我們就是皇帝的子孫 其實這個論述是被建構出來的 他不是那一種先天的或者是本質性的 但是沈松橋 然後還有一篇是那個 人類學陳怡寧老師的文章 他基本上也是在談族群跟文化 是非常多重的選擇性的認同 那反而重要的是 你在什麼時候要強調族群身份 其實族群身份本來都是多重跟選擇性的 所以重要的是反而在那個某個當下 可能因為各種資源的分配 某一些族群身份會被強調 就這幾篇文章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參考 那我等一下也會繼續談 那個族群的選擇性跟認同性 因為我覺得這是台灣 非常獨特的一些文化的脈絡 其實我們今天談Anderson 他在談的是一個想像的過程 可是國家治理其實是一套非常制度性的 各種的觀念的建構 他有一套 就是治理Governmentality 是一套非常制度性的 然後很多內化成為我們自己 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 一個全力運作的方式 然後我上傳了 其實因為這個太複雜了 我覺得不是我這一門課講得清楚 因為包括很多Fuco的討論 所以我上傳了林凱什老師的一篇文章 就是把這一個國家治理性 跟心自由主義的一些 理論上的debate做滿好的梳理 我就想說可以補充Anderson 這樣的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論述 那這一篇其實是 這個文章我有上傳 他是在談說其實Nationalism 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他其實還是要放回文化脈絡中 每個文化還是有很不一樣的方式在想像 我們如何作為共同體 譬如說他以塞浦勒斯為例 塞浦勒斯他大部分是希臘裔 就是從希臘移民的後代 可是他也有土耳其裔 甚至現在塞浦勒斯一般 談塞浦勒斯共和國是南部 因為北部還是有一群 比較以土耳其裔為主的人 他們想要宣稱獨立 還沒有得到國際的承認 那這一篇文章要談說 塞浦勒斯裡頭的希臘裔跟土耳其裔 他們對於他們作為塞浦勒斯的一個公民 或塞浦勒斯是他們的母國祖國 他們有很不一樣的論述方式 在希臘裔的後代 他強調的是精靈 人跟土地精靈的純潔性 因為希臘是比較早進入塞浦勒斯的 所以他們強調他們 塞浦勒斯是希臘的祖先精靈 所建構出來的 而這些希臘裔的後代 是這個祖先精靈 在這片土地上的真正後代 所以他們很強調的是 那一個族群的系譜 就是那個系譜的純正性 他們才是真正希臘的後代 希臘的祖先精靈的後代 他們透過各種系譜的建構 來證明他們歷史的延續性 所以他們強調的是那個系譜的純正性 可是相對而言 土耳其裔是強調整個征服的過程 就是在他們的文化 像在一個遊牧民族 他們的文化裡頭 就像我們上禮拜在談 其實伊斯蘭教他們在整個 對於領導者的想像 其實是要符合那一個不斷征服 你要有不管是征服內在 或者是不斷跟這個土地 互動而去超越的過程 土耳其裔的後代他們強調的就是 其實這一個地方 是他們祖先流血流淚 去奮鬥出來 去打拼出來的一個地方 是用血征服而來的土地 所以他們的歷史論述 強調的是征服的過程 還有歷史的歐蘭西 他們不是系譜上最早到這個地方的人 可是他們跟這個土地的關係 是真的用生命去拼搏出來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在談說 塞浦勒斯如果真的要達到 族群之間的合作 其實是要整合這兩種 很不一樣的意識形態 就這兩個文化能不能夠 有整合的可能性 才能夠共同創造出一個命運共同體 所以他這短短的一篇文章 基本上要談的是 其實民族主義的想像 有他文化的基礎 這個就是我上禮拜在談 談個人詞的時候其實也在談 同樣伊斯蘭教 他在東南亞跟在北非 他們實踐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樣的 然後要放回原有的社會脈絡 還有這一些 我們講的宗教的負債者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身份 什麼樣社會階層的人 就會實踐出很不一樣的文化 那這一個OK嗎 然後這一本書 其實他是對照斯里蘭卡跟澳洲 他認為他也是要放回文化的脈絡 他認為斯里蘭卡是一個 比較接續性的一個 Nationalism 然後澳洲是強調平等跟個人主義 我沒有很喜歡斯里蘭卡這個部分 雖然我知道他要強調的是文化 可是我還是覺得 把很多的衝突太簡化了 因為你知道斯里蘭卡曾經 1970幾年就是他沒有知乎 他們也是內部族群的衝突 所以他沒有知乎 他們其實在不斷的做對抗 然後應該是到 就是後來經過20年的對抗之後 就是他們的領導者被逮捕 然後斯里蘭卡就宣稱他們已經 就是已經制服了他們的知乎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就真的很實際上在發生的一個血淚的過程 然後斯里蘭卡他其實是用一套意識形態來解釋 那這一點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裡頭牽涉到各種的 資源的競爭 殖民治理的方式 國家成立的過程的一些很不公平的方式 那我還是談Kepfer 他說其實在當地 其實有塔米爾人跟當地的佛教徒 因為佛教徒他用了神話來談說 在佛教徒的神話裡頭必須要用強力 就在他們的神話跟儀式裡頭 都要用一種暴力去克服外來強而有力的征服者 就在他們的神話跟儀式裡頭 都認為外來者是具有力量的 然後在儀式的過程中 必須要用暴力的方式去克服這個外來的Evil 去征服外來的Evil 然後把外來強而有力的力量 整合進入自己的一套宇宙觀裡頭 其實我覺得比較有一點類似 我們上宗教第四個禮拜在談 Symbolic Balance 一種象徵性的暴力 把具有繁衍力的各種野性的力量 透過象徵的暴力整合進入世系群的過程 就是我們宗教第四個禮拜在談的 然後在這裡他談的 就是斯里蘭卡的這一套意識形態 就在他們的神話跟儀式裡頭 都必須要透過這種暴力的過程 去把外來強而有力的力量 整合成為自己的力量 可是我認為這就是神話跟儀式 然後要透過這樣的神話儀式來理解 當地人對於塔米爾的一個非常 我覺得用一點violent的一個對抗的方式 我覺得是不大夠的 不過反正他就是回到文化的邁入去談 其實斯里蘭卡的整個Nationalism的建構過程 其實是一種接續式的 就是你們用我們宗教第四個禮拜 在談Marina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接續式的意識形態 記得嗎 就是用象徵暴力的方式把各種 各種具有fertility 具有繁衍力的力量 整合成為世系群的力量 他是一個比較接續式的 可是這一個斯里蘭卡的討論 我沒有很喜歡 很忠實的講他的論點就好 那他對於澳洲的討論 我覺得或許還比較貼切一點 他說澳洲其實你想澳洲 過去就是英國很多的 逃難者的天堂吧 然後也是很多夢想者去開墾的地方 就到現在我們都還有很多選擇 就是到澳洲想要去組一個夢 就澳洲好像一直都是一個夢想者 要去開墾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整個Nationalism的意識形態 強調的是平等 強調的是個人的能力 所以他說其實他們在紀念 國定的慶典的時候 譬如說他們在疑似大戰的時候 有一群在疑似大戰中的犧牲者 然後他們在國家的 國定紀念日在紀念這一些犧牲者 並不是非常樹木非常哀傷 反而是飲酒作樂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整個意識形態就是強調 這一種個人不斷實踐的過程 然後這一個國家其實就建立在 你不斷實踐的過程 然後是一種非常 就是你不斷朝向夢想邁進的一個過程 那我會覺得這個好像是 好像澳洲的感覺比較貼切 那斯里蘭卡我就覺得好像有點卡卡的 那我就很忠實的把可能的類學嘗試 透過文化來談Nationalism 就是補充Anderson的這一塊 大概先做一個這樣的介紹 這一篇其實是我用英文出版的 那因為我談泰魯格證明運動 那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點敏感 所以我用英文來寫 可是我其實是非常善意的 我基本上要談的是 其實台灣的 我的整個大概研究的基本關懷 是我認為台灣的文化的獨特性 是在於我們族群 台灣我們有這麼多的族群 就是我們曾經經歷過這麼多的外來的統治者 然後也接觸到不同的文化 包括中國的、歐洲的、日本的 然後我們內部有這麼多的族群 所以我認為台灣文化的獨特性 是在於這一些不斷文化的互動過程中 我們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的過程 我認為這個是屬於比較島嶼式的 一個文化實踐的過程 其實會跟所謂大陸式的那種 比較接續性的實踐過程不大一樣 所以因為一個這樣子的關懷 其實我大概希望其實很多的族群 正民運動 其實就是當代的族群的問題 族群的分類 其實是要放回歷史的脈絡 譬如說日本殖民的時候 怎麼樣去為了治理的需要開始 台灣原住民族開始劃分出9個族 就是其實這個劃分的過程 有很多的變化的過程 可是重點是這一些族群的劃分 是日本時期為了自己的需要劃分出來的 然後國民政府繼續用了這樣子的 一個族群分類的方式來做治理 可是重要的 然後到了當代的脈絡 也會因為各種資源的分配 有很多的族群的正民運動 因為我們其實還是必須承認 原住民族在台灣的整個發展過程 其實是有遭遇到結構上的不平等 就是很多土地的消失 或者是很多發展機會的不平等 所以當代的族群正民運動 其實是重新要去翻轉這一些結構的不平等 要去爭取更多的資源分配 包括族群正民運動者認為說 甚至族群正民之後 自己在國會上可以多一個席次 多一些教育文化資源 甚至土地經濟資源的分配 這很多正民運動者的夢想 可是實際上發覺好像證明之後 很多的資源分配 沒有真的根本性的結構性的改變 那我基本上看族群正民 我希望去談的就是放回台灣的脈絡 其實族群並不是本質性的 台灣很特殊的地方就是 我們在族群不斷的互動 文化不斷互動過程中 其實我們的認同是多重的 然後我們的文化是一個不斷重新創造的過程 所以如果用本質性的族群觀念 來看很多的文化現象 其實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談族群正民是 當代有很多原住民的正民運動 然後我基本上認為說 其實整個族群的劃分 要先從日本殖民的過程來理解 日本為了自己的需要 開始透過語言或者是起源地神話 去建立了族群的分類 這裡OK 可是這樣的一個族群分類的方式 其實跟部落跟原住民原有的 一種人群分類方式是有矛盾的 因為在我過去的研究 譬如說我從嘎嘎 就是在談說其實當地人透過 就是我在談整個泰雅族的嘎嘎 是在談嘎嘎的多異性 然後在不同的面向跟不同的人群 不斷交換分享的過程 所以我在談嘎嘎其實在談的是 透過自己其實可以建立各種不同的社會範疇 而且人的認同其實是不斷的在改變的過程 你透過各種的交換分享 不斷在改變你自己的組成 在改變你的社會的連結 就是我要談的是一個比較動態性 多重性的認同 其實可是你放回當代的族群區分 當代族群區分是一種本質性的 然後也會牽涉到資源競爭 可是如果一個族群的分類開始被本質化 而且開始被自然化 甚至連結到當代的譬如說傳統領域的問題 或文化資產的問題 其實族群的證明如果又連結到土地 連結到文化資產 然後如果當它被本質化 然後背後又有這麼多property跟資源的分配 你如果沒有打開一個不同的視野來看 其實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 其實在當代要發展出來 反而是各個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間的共管 然後包括原住民的文化 其實文化本來就是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是一個不斷相互影響 不斷去創造的過程 然後今天你在談文化資產 或者是傳統智慧財產保護條例 開始去認定某個文化屬於某個族群的時候 那個一定會造成很多很多的爭議 因為那是用我們當代財產權的觀念 在理解文化的現象 在理解土地的關係 所以我大概基本的關懷就是希望 從我自己的研究來看多重的選擇的認同 然後反思當代的一個本質性的族群認同 還有當代在本質性的族群認同之下 所涉及的各種的資源的分配 土地的文化資產的各種的私有財產的觀念 就是很多私有財產的觀念是滲透 進入我們當代以為利益很好的法律規範裡頭 我基本上是在做這樣子的反省 我這篇文章其實是2004年 因為泰魯格正民運動 然後我完全理解正民運動必須要放回台灣的 因為當時是阿炳要選總統 所以他跟原住民去簽了夥伴關係 就是所謂正民運動要放回台灣的政治脈絡 放回當地的就是原住民正民運動者 他們希望透過正民運動去翻轉很多 長期以來的結構不平等 這個我都了解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是覺得既然正民了 那當然有很多應該要做的事情應該更多 可是我大概這一篇文章反思的是 可是族群不是唯一的 不是一個可以彼此對抗的方式 其實你如果從文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其實認同是非常多重的選擇性的 這是我只是想要開展出一個不大一樣的 就是看待認同 看待族群關係的一個視野而已 然後我們在談族群 基本上有認為其實所謂的族群或者是認同 基本上是一種人觀 就是在知識論上面對於人如何被組成 還有個體發生學的特殊性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族群或認同必須要回到人觀 我認為我這一個人的組成是什麼 然後我是如何去界定我自己 甚至我的邊界是什麼 或者是邊界其實從來就不是那麼清楚固定不變的 所以我這裡談說其實從人觀跟文化的角度來看認同 其實人類學提出兩種model 一種是拉馬克模型 強調的是流動性跟選擇性的認同 在大洋洲的大部分地方 甚至我認為台灣受到南島文化這麼深的近潤 其實台灣也有這樣的面向 就是所謂的認同是一個在你成長過程中 在你所有的互動過程中不斷去行訴你是誰 然後不斷去行訴你的組成 你跟彼此的關係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以大洋洲的研究為例 父母親的經驗 個人的行為 跟他人的互動 就是你在你遷移的過程中 你跟這個土地的互動 你吃了什麼樣的食物 你的各種人群跟土地跟動植物的互動 都可以去行訴你自己的組成 然後甚至你父母親的經驗 也影響到你的組成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 人的特質是一個不斷在互動過程中 行訴的過程 其實可以塑造出比較具有流動性多重性 跟選擇性的認同 就是我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我可以強調某一些互動過程 所行訴出來的關係 所以雖然大洋洲很多社會 都是所謂的接續化社會 可是在接續化社會裡頭 他們很強調的是 包括父母親的經驗 包括所有的遷移互動的過程 所行訴出來的這一些多重的連結 我認為台灣一直有這個面向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在一個海盜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文化的洗禮 然後我們內部的族群這麼豐富 然後互動這麼的豐富 我認為台灣文化的特色 就在於這一些族群互動過程中 我們的生命經驗 其實不是那一種很接續性的不變的 而是一個很多重的 一個謙和的過程 這個OK嗎 那我也承認說 可是我們當代的族群 必須要放回殖民跟國族的脈絡 我後面就在談說 其實在鎮民運動過程中 其實鎮民運動者 其實我完全認為說鎮民運動者的鎮民運動 其實放回政治經濟的脈絡 絕對有它的合法性 因為就是要翻轉長期的結構的不平等 只是我要談的是說 可是這裡頭有一些重新去建立文化的過程 然後有很多重新去協商溝通的過程 這一些面向也不要被遺忘 所以我就很忠實的記錄 其實在鎮民的過程中 可能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 然後也有 對於文化是什麼 也有很多不同的論述 所以我就是很忠實的在記錄這個過程 我認為說其實 因為太五格鎮民的時候 他按照當時的一個族群鎮民的標準 他開始去建立起譬如說 從竹民起源神話祖區地語言歷史文化歷史記憶 這些面向去建立自己跟泰雅族不一樣 跟賽德克族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中間其實還是有很多overlap的地方 所以我要強調說其實文化你要看你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那個文化的獨特性 或從某個角度來看彼此之間的共同性 那我基本上要談的是 族群認同是一個有許多聲音跟許多不同層次的了解 跟誤解不斷溝通的過程 那文化並沒有一成不變的要素 是透過不間斷的建構跟寫商的過程被概念化 那我這裡其實也有談說 泰魯閣的文化跟泰雅跟賽德克的文化 因為他們的歷史脈絡不一樣 所以實踐的方式確實有不一樣的面向 那我看看下禮拜有沒有時間 談我泰魯閣的家的那篇文章 我可以再進一步多談 基本上整個關懷還是有回到說 我認為要書寫一個台灣主體的後殖民史 我們必須要正視南島的文化在台灣 就是我們台灣做一個移民社會 其實這一些文化的互動過程 就是在過去那一種以帝國為中心的書寫 遺漏了這一些移民流動貿易交流 採介跟融合的過程 那我們必須要把這一些互動過程 放入台灣的國族建構裡頭 就是創造出一個更具有創造性 跟動態性的一個接觸區 然後書寫出一個我們的後殖民史 就是我們談的 其實在人類學的後殖民要談的 就是所謂的邊界思考 你要透過 其實台灣是一個廣貼 就是一個接觸的地帶 就是一個各國民接觸的地帶 然後反而成這個接觸的地帶 我們有可能發展出跳脫的一個殖民的一個概念 然後重新去思考知識建構的 去歷漢跟歷史脈絡 然後挑戰很多的觀念 所以我後面其實是聚焦在空間跟物質文化 因為空間跟物質文化 就是人類學大概有一個非常豐富的地方 而且空間跟物質文化也是殖民制體 非常用力制體 就是透過空間跟物質文化 這一些很具體可視的一個媒介在做治理的 不管是殖民或者是國族 空間跟物質文化都是很重要的一個 這裡的媒介 所以我都想說 那從空間跟物質文化來看 殖民如何制度 然後我們從當地人的文化 可以看出 就是那個空間物質文化的豐富性 還有怎樣去負載很豐富的歷史記憶 然後才能夠去感思一套客觀化的或者是 客觀化的一套空間建構 或者是私有化的一個文化產業的觀念 就是我整個思考是這樣 這個裡頭有非常豐富的一個 人類學的一個民主制的累積 然後還有當代熱於殖民制 其實在台灣討論日本殖民制 也有很多的食要的累積 然後還有很多的內學人問 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我覺得是要漂脫出一套殖民 就是我們習以為常 其實我從第一堂課就在台中 在學著整個學科的潛力 就是漂脫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 其實我一直在做也是這樣的工作 只是現在在做的是 更放回那個殖民制的脈絡 我來看這一些觀念如何被殖民所 所窄化或客觀化或者是偏面化 可是文化裡面會有更豐富的內涵